Hello Hello Everyone 有聽到我的聲音嗎? 喔順利 那我既然這部門就非常非常快 在三分鐘之內解決我的 我要講的東西 為什麼三分鐘呢 我想要告訴各位 所以我現在就非常快的 不看你們的方式來 各位請看完背影就好了 好 我是我姓趙 我叫趙國翔 那在網路裡面常用的是BOB趙 那我今天是代表我們在台灣來這裡 所以我剛很快的 脫下我的那個OLPC的一服 我換上MSAI 那那個 據說投影片就到當天做 在這邊推薦各位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東西 叫做 K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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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非常非常好用 我真的是今天早上一開始做的 摩扎台灣呢 摩扎其他手就是摩扎台灣的competing 那我們 在這個會裡面 Coder Users Promotants 裡面其實摩扎台灣最多最多的是後面兩者 那我們也非常需要你 第一個順位的Coders來幫我們忙 那所以在這場裡面我們主要是做Promoting的工作 啊 有啦 沒有什麼東西 那那個 在Promoting的部分呢 我們做什麼事情呢 那基本上 比如說像各位所看到的 你們在我們的那個 攤位有看到這個東西 離線報 那上面有講說我們到底在幹嘛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欸 這樣跳過不是很方便嗎對不對 那另外還有像貼紙 如果你們沒有拿到的話 在台灣那邊 好 那最後最後 為了要那個 能夠幫助一些 一般使用者更多東西 所以我們每次都會選那個 Troping Extensions 那我們每次呢 基本上選15個 不過15個要在20分鐘之間講啊 意思就是說每一個只講45秒 所以不可能 不可能這實在太困難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一個 比較小一點的 Mind or Lightning Talk 那全部呢 我們只介紹三個 三個 Extensions 然後每一個在期間中 直接把他講一講 然後給大家一個說 不知道什麼 Extensions可以幹嘛 那全部有三個 人要講話 第一個是 LSP 他要跟大家介紹 Fire Dispers 然後第二個是 Dream 他要跟大家介紹 第三個是 那先把 我的麥克風交給他們 當然為了要 我們來跟照顧說 我們還是有這個東西啊 那我看不下來 OK 謝謝各位 好 那就繼續開始 好 那就繼續開始 大家好 因為時間非常的改 所以 好 那 大家好 我是LST 那今天的簡報放在我的 Vlog上面 那就是 asd.wordpress.com 好 然後 因為這是研討會嘛 所以我很難預設的 節目就是 這樣 但是 PostCop的風格好像 不是如此 所以我改的節目 這樣 好 然後 那 它Best Trance呢 它最主要的東西就是 滑鼠手勢 那用最簡單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就像一個魔法射一樣 那用 滑鼠壞話 那就會有什麼東西跑出來 其實就非常的小 那 好 就是簡單來說就是 滑鼠比較上它的軌跡 那把這兩個東西結合在一起 欸 Pico 這得到我們想要放棄 但是 軌跡不是像我們在我們準備的辦法 它是有四個方向性 呃 UD LR 分別代表上下左右 那你可以用這四個方向的組合 來 決定你的 滑鼠手勢 好 那有人說 那感覺它有左右 不行 不行 因為它不會接受 連續兩次同樣的方向 因為它無法判斷 那 就算的呢 那也不會比較好用 如果 如果你想要這樣的話 請你自己寫一個方向鍵所 那 所以軌跡看起來 大家會像這個樣子 這些樣子 那 那 要注意的是 呃 你需要按著滑鼠右鍵 那這個套鍵它才會發紅 那 你想要畫這個樣子也是可能的 但是 其實沒有任何意義 因為 你根本記不住 而且 那簡單比較好 所以 大概我稍微想講幾個 比較簡單的功能 就是 上一頁就是你 點著滑鼠 右鍵往右滑 跟 呃 上面那個導航列的方向是一樣的 那 下一頁就是 往右滑 那 比較特別的 重新整理是 呃上下 滑鼠收拾 然後滑鼠也是 下用 那 你想要得到一些魔法 不是 呃 你可以到官方網頁上面去找 那 它 有提供非常多的 那個 功能 那 你直接把它那個連結 拉到 平號設定的實窗裡面去就可以了 那 或者是說 你覺得 有一些功能沒有 你可以自己寫 好 好 那 應該還有你的肩膀面 非常好 所以我就 背貌 好 可以到 可以到 那 然後 在 手勢對應 然後 你可以到官方網站上面有一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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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 應該全部都在浪費我的時間 好 假設你就是 那個連結 直接拖到 拖到 這個裡面來就知道 然後 今天 有一個我已經拉進來的 它就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那 我稍微的 因應今天的主題 所以我改的地方 它本來是 JA 就是 Google翻譯 那 平凡日 那我把它 JA改成 DH DW 然後 設定滑鼠手 是你自己設定的 當然 你不能把兩個功能設定成同一個送詞 它會衝突 所以我 就把這 RD RU 就是 右下右上 好 確定之後 確定之後 我們看我們的網路也 沒有人渴著東西 呵呵 你上也 好 比如說我 抱歉 為了讓各位看了見鬼機 所以我把這個顏色抬起 好 比如說我畫一個 右 下 給我 上 好 請自行想像他已經被翻譯了 通文了 然後 最後 缺點就是 沒有滑鼠手上沒有任何意義 而且目前也沒有出控板手持這種東西 騎過來之後 你會不會自覺的想要在其他地方使用 而且 你會覺得沒有滑鼠手勢的軟體很難用 請 那 好 最後呢 等我們向Apro自己 下一位 下一位是 Tim June 他是我們現在新任的Firebox的local owner 那所以各位如果有翻譯有問題就去叫他 那再他們 你好了嗎 你好 那我先開始了 快我不能再廢話了 3 2 1 Action OK 非常緊張 好大家好 我今天是要介紹的是AppBlock Plus 然後 那 剛剛不想介紹過我 再猜一下 就是 我的ID是Tim June 所以我是另外一個提姆 然後 然後 我是 新的AppFation Manager 那 但是我還沒有 就是我還沒有 就是我還沒有 最好還沒有去任何一個 新的Firebox版本 所以現在大家用3.0 是前任的 的AppFation Manager 那 那 所以 請大家期待 今年級的 Firebox 3.1 然後如果3.1 就是發生什麼意外沒有出來 大家就知道要拿 要追殺哪一個ID 這樣子 然後 接下來的東西呢 跟我們聊台灣的結論 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大家要追殺 還是來追殺我 對 就是 就是有些Vlog 就是愛錢嘛 對 他就是喜歡在自己的Vlog 放在自己的公告 例如說這個 OK 我把我往什麼弄掉 很好 那個 Vlog Vlog排名約24X1的 某個什麼 什麼程式介紹網站 然後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網頁 有文章 下面是廣告 又跟是廣告 又跟還是廣告 而且中間那一篇文章 還是我的 是我的 是我的Sindy Content 然後就直接Copy過去了 這樣子 那 這種東西就相當因為很不爽了 可是 我們又沒有一起告他 因為實在是太累了 所以說 我們只能消極的把他的廣告拿掉 那 要拿到廣告就要靠APP AVP AVP的話 要安裝他 在Fivebox上面有個非常方便的功能 你找到 你找到 工具附加元件裡面 在取得元件這個 這個頁面裡 打Fivebox 選了 安裝就結束了 更不用到任何一個網站去 然後 重新啟動之後 重新啟動Pivebox之後 就會看到 手是使用的這個設定畫面 那 隨便選一個List 裝了 就可以 是不用重複裝 然後 那裝完之後 趕快就不見了 就是這樣子 然後 那如果你哪一天覺得 嗯 我還是看一下 就是正式世界的樣子 就是看他到底有這麼大錢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關掉 然後 然後趕快又回來了 那再把它打開 趕快又不見了 那 那 那 Apploops 本身它只支援 它只會去分析 就是 網頁上的ing 跟script 程式嘛 的tab 然後把它拿掉 那 嗯 如果說 你想要把 已經 已經用scriptsign 跟進去的 的資料 的 拿掉的話 那你需要再裝一個 Apploops 這個空文套件的 一個空文套件 叫做Event Hiding Helper 那裝完之後 例如像這樣子的DIV廣告的東西 就可以被吃掉這樣子 那最後的最後 因為這是Cuz Cup 然後有很多Code的 如果各位寫了很多 如果各位就是 又寫的時候 又寫了 又有很多的Content在網路上 然後要放廣告 又要靠廣告維持 然後Paths 的話 那你可以 用 Adblock Detection Script 在你的網頁上面 在你的網頁上面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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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提醒他說 好 你已經把我的廣告拿掉了 等等的 請就是 就是 就是 請知道 就是我多麼窮之類的 的資料 OK 那 這就是 Adblock Plus 那 雖然大家有 就是更快更好 更聰明 然後又沒有廣告的 網際體驗 然後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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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再一個 Tummo 介紹一下Tummo 他上次在 如果你們有去 Google Developer Day 的話 應該有看到他 做了 一手大學的一些 相片的網站 那 那這次呢 他也是被我們拿來 要幫忙講一個 Estation Tummo你要講什麼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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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有點緊張 然後像剛 國小介紹那個 很好用的製作 POWER工程的軟體 我也是今天早上才做 我今天 因為昨天 幫那個博聖阿白 攤很累啊 結果昨天跟我女朋友 就是回去 整個腰霜被通 結果今天早上需要 十一點 對 不是 昨天晚上很辛苦 不是 昨天晚上很辛苦 不是 昨天晚上很辛苦 昨天晚上很辛苦 昨天早上下午 在這邊很辛苦 對不對 我不知道這假話講出來 會怎麼會成這個意思 沒有 對 然後之後 之後我就是到這邊才做 炮灰 我剛剛那個我 就這樣我跟著講 又會抽力太多了 好 我現在介紹一下就是 Fireforce的 Top15的套件 這個是 Download and All 我覺得這個套件還不錯用 可以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他在這次票選 是第11名 所以 有一點點 還蠻後面 不過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很好用 那可能 我用工機幫 跟大家去拉票 好 那他的特性就是 如果你要去 要同時下載很多檔案的話 你可以使用這個套件 那可以 他也可以依照你的 頁面上的檔案類型 去做 去做分析 去選某些檔案 直接下載 好 那下載方式一樣很方便 你可以像 剛剛那個 Alice Key講的 就是直接在那個 擴充軟件裡面去找 或是你直接連到 現在我們的 擴充軟件 擴充軟件 已經有中文化的語氣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打 就可以找到 Download.0的版本 那直接就可以下載 下載之後 它就出現在 你的Fireforce的工具 就會有一個 Download.0的那個 工具的連結 那你可以在那邊 設定一些 Option的東西 我跟各位都 幫各位建議一些 比較好的方式去勾選 那譬如說像 看到左上方有一個 最大下載速 如果你的電腦 可以跑到 基本配備還不錯 你可以把它調高一點 同時下載很多東西 都無所謂 那在右側這個地方 有一個就是 那個 一個簡單的詢問 譬如說你有重複的檔案 的話 它什麼方式幫你做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最大下載快取 這邊應該如果 再用那個VT下載 或是一些 那個東西大家都知道 就是它 它可以同時開啟很多的 不同的那個Port去抓 跟那個伺服器去做 抓取的動作 那它這個最高設定是10 那你可以把它開成10的方式去下載 強迫 強迫所有伺服器的連線 都連線到你 那你可以 你可以更有效 去使用 把你的那個 頻寬更有效 去發揮出來 去下載你的東西 好 那大概就是這種基本 簡單的設定 那這個地方就是 你也可以設定一些語法 如果你是 Developer 或是你是一個開發者 或是你會喜歡 你會 起一些簡單的過濾的語法 你可以在這邊做一些 新的類型 譬如說像這邊 你有一些 NP3 或是JPG PNG的一些 檔案類型去幫你做分析 那當然 譬如說你可能要下載 那個 RM檔 RMVB 或是那個 好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然後這個就是你在後面 你的那個 空中桶裡面就會出現 那Google Gears 為什麼會出現在上面 因為發現 我已經開了新的一個 那個 名片檔 結果那個Google Gears 所有的名片檔都會 都會覆蓋在裡面 所以這個 就 不要先幫我們打廣告一下 好 然後如果你在下載的時候 你它會跳出一個 下載視窗 那你這個地方可以選擇 DOWNLOAD DENO去下載 如果你不喜歡用DOWNLOAD DENO的話 你可以選擇下面那個儲存 它就開始 Firebox的基本內建的下載頁面去做下載 那之後 在這個地方有個很好玩的東西 它我們如果你是開發者的話 你我們通常都會下載那個 原始檔案包 或是一些 那個 檔案類型 那它有時候會提供一些 ND5的那種檔案驗證 你也可以一併的輸入到裡面 比如說你的檔案下載完之後 它也會幫你做一下 ND5的檔案驗證 你就全部幫你處理完 你就不用再下載一些 其他ND5的檔案驗證的軟體 去幫你驗證 那檔案是OK的 那這個地方就可以 把這個問題給解決掉 那之後下載的時候 這個就是 每個檔案的 那個功能頁明就是 可以看到說 它可以開啟 譬如說像 如果你的增加線程 有些伺服器不支援那個 線程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把它 說 就稍微減少一點 免得伺服器會 那個 把你的IP可以擋掉 那你這邊要做設定 好 那這就是下載的一些介面 它新版本有做一些 比較優化的動作 你可以看到下載的狀況 好 那接下來實際操作 那因為這裡 以下畫面有一些些的那個 那個 18斤 然後 在場 我知道有一個 有幾 我知道有一個還沒有滿18歲 那個姊姊 你要好好照顧她一下 把她眼睛遮起來 那個 色情手邊擋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試驗一個網站 就是以某某小電影 那個網站為例 接下來畫面 我大概停 0.5秒就跳過 好 就是這個網站 好那如果你看到很多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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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看到123123 好123 你就可以串點上下載 那你就可以下載 好跳過 你可以點右鍵 剛剛說等下 它底下就很多那個打籃 好然後接下來你就可以 如果123就 我發現那個 那個 我發現那個 沒有不只123 因為我在下載的時候 發現怎麼還有45 就是後面感覺有點怪怪 檔案怎麼感覺還沒有看完 結果 原來它 只提供123 那你可以用語法方式 去寫12345出來 那語法就在底下 你可以334 然後 官號語法1 冒號5 你可以下載334 這個檔案在1到5 那如果覺得34看完 快不錯 你可以先找334 333 332 331去找 都用通通方式 那下載之後 他就問你說是不是這樣做 沒錯就是這樣做 趕快給我下載 然後馬上就下載 好那下載完就可以OK了 好就這樣 好 這邊 大陸就這樣 好 然後我現在是念義九大學 排經系 那今年要升大六 大六這年呢 我大一到大五都是在學校玩社團 但我想大六這年來這邊玩社群 所以我希望大六這年投入國際打台灣的服務 或是服務可委 大家如果有 有任何意見 各位前輩 多多指教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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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問我後面也要道理 好非常感謝 謝謝 謝謝 請問我現在下面的IOS 不然要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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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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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剛才下面IOS 並沒有熱鬧 那 我不要斷掉這一服 謝謝 好 那這些東西 這些放調補裝 那基本上我們為了要服務一般的新的使用者 所以我們在首頁這邊呢有一個連結 我現在還沒有把它做比較大一點的融合金 不過至少你可以從這個一方快速的連到這一個網頁裡面 然後勾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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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很簡單的把它就是安裝起來 就是按一下最下面就可以了 好 那 那剛剛除了除了某人被 除了某人表人跟某人被表之外 那我也不可能就是 我會犯了一個錯誤 所以這個地方要平反一下 就是剛剛夜交錯跟我講說 欸你的15除20要貴貨的喔 為什麼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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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應該是20除15啊 應該是一分多亂隊啊 對不起大家 那 為了要跟大家之前 那所以我們準備T恤要送大家 當然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不過我們準備一些T恤要送大家 那這個要怎麼送呢 因為我帶來數量引線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 那怎麼送呢 今天早上你過來看到我們的那個問卷箱 那所以這樣 那不然就來抽問卷吧 某人最喜歡抽獎 所以 我們抽了14份的問卷 你可以在某人會那邊領 等一下會公布名單 那那我們等到17點 然後如果你回來了 然後如果你回來了 然後我不會認證給你 所以呢這邊就是 底下就是名單 我會把它全部念一次 然後再回頭再念一次 第一個 我們還有HKT 然後我們EDI 是那個OSSF的EDI 然後還有JESSON 還有文建桌 然後班哲民先生 還有宋良一 歪校 還有徐晉晨 舒光寧 以及 陳手順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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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 很類似104 但是我們不是為了 不是為了賺錢 就是為了要服務的一個人財庫 那如果你有 有意義要幫忙的話 幫他來一下 那事實上呢 我們再建另外一個網站 那很類似 人財資料庫 不過我本來要講的是 那個作者跟我說 我還沒做好 他叫我不要講 所以我就請大家 請在下集 好 那無論如何非常感謝各位 謝謝